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各位同學 大家好 中秋佳節的假期已經過了 2 三分之二了 希望大家非常的愉快 能夠千里共蟬眷 好 今天呢 我想這兩天最大的新聞 就是川普跟第一夫人 都染上了 COVID-19 這件事情在世界上造成了很多的影響 所以這個世界 這個地球是平的 感覺上這個涟漪 蝴蝶效應 可以從這件事情上面看得非常的清楚 這裡面有人在大聲叫好 有人大聲咒罵 也有人呢 表達了一定的關懷 但這些言論呢 有很極端的 但這就是民主社會 這就是罪人嘛 這個世界上的人 就像聖經上說的 每一個人都是罪人 這個世界上一個藝人都沒有 那大家不妨輕鬆的看待這個事件 我的意思是說政治層面上 那當然希望在這個世界上 每一個遭受苦難的人 不管是病痛 或者是貧窮 或者是戰爭 都能夠得到來自上帝的安慰跟祝福 好 我們先來看看國際間的一些相關的新聞 這件事情喔 首先引起了很多的陰謀論 有人說 哇 這個是共和黨川普啊 這個選前的一招 希望用這個東西來改變選情 也有人說 這都是惡共的陰謀啊 這可能是拜登的弄的毒 當然 自由民主社會就是大家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想像 當然到底是怎麼回事 其實你說 剛才說的這種可能性 完全不存在嗎 天下之大無其不有 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 但是我想就是抱持著一個平常心 在諜根斯的雙成記當中 其實早就告訴了我們 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也是個最壞的時代 這是個智慧的時代 也是個愚蠢的時代 這是個信仰的時代 也是個懷疑的時代 這是個光明的時代 也是個黑暗的時代 這個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春天 也是一個充滿絕望的冬天 我們好像擁有一切 我們又好像一無所有 我們正在步向天堂 我們又正在步向地獄 所以好壞有的時候是一念之間 好 我們回到現實 我們來看一看 國際間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特別是在政治以外的層面 好 我們看看啊 美國總統川普跟第一夫人梅拉尼爾 驚傳新冠肺炎確診引發市場震撼 在經濟層面呢 投資人擔心川普染疫 將對美國總統大選 跟美國的經濟帶來極大的不安 那麼週五 美國股市跟歐洲股市硬升大跌 油價灌破40美元的支撐 在這個同時風險呢 帶動了一些避險的工具 包括了美元還有日元跟金價的走升 好 有一個瑞銀的首席經濟學家說 川普確認之後市場將會聚焦於大選結果 及公共衛生政策的影響 接下來的總統大選辯論可能喊咖 原本反對戴口罩的人也許會有一些改變 那麼以及總統的案例將會改變 美國的公共衛生政策等等 還有另外呢 有個叫Square的金融公司的首席市場策略師 他說川普復原的狀況可能會成為決定大選的關鍵因素 如果他好得快 對於疫情的因應得當 對於選情會有很大的加分效果 但是如果病重 最後呢 有可能有同情票加持 將凸顯其抗議政策出現誤判的缺失 就是說有可能會有同情票 但是更凸顯了 他自己的整個防疫措施沒有做好 意思大概是這樣 好了 北歐資產管理公司一個資深的策略師說 因為選情已經面臨困境 川普可能做出更多的激烈手段 舉個例子來說 可能提前對中國大陸進行更強硬的措施 因此川普染疫 將引發後續一連串的連鎖衝擊 行情震盪將無比的劇烈 好給各位看看呢 在我選出來的一些在海外的報導 今天呢我們是不不談論文了嗎 當然不會 我們一定會談論文們 一定會談論文們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談論文們 所以今天呢我們要來播出 在美國的華雅電視已經堂堂邁入第31集 這是非常不容易 在美國這一段華雅電視的朋友們的一封E-mail 促成了我們彼此之間的合作 所以讓在海外的人呢 能夠看到這個華雅電視的論文們 到現在啊海外看到這個華雅電視論文們的 中文跟英文加起來 已經突破了50萬人次 在過去的短短的兩三個月當中 已經突破了50萬人次 噢不止兩三個月了 我看 呃一個月四集到五集 噢轉眼之間呢已經半年了 已經超過半年了 有超過50萬的 來自北美的 來自歐洲的 還有來自東南亞的朋友透過華雅電視 看到了中文跟英文的論文們 希望全世界愛好公平正義的人 對這個全世界的最大的學術詐騙醜聞呢 能夠拿出一點力量來 因為我認為這件事情是事不關政治 也事不關台灣或者是 呃英國 這件事情事關人類的普世價值 一個人可以用這種方式欺騙全世界 如果沒有得到制裁的話 那人類的普世價值就淪喪了 好 剛才講到防疫 台灣真的沒事嗎 其實現在啊全球在歐洲 英國法國印度很多地方 都陸陸續續的 在創新高或者是接近新高 所以整個疫情其實只是在做區域性的轉移 並沒有因為這樣子獲得控制 當然美國相對的慢慢的趨緩 但是它的趨緩仍然是相當驚人的數字 如果以它的人口比例相對於中國 相對於其他國家 人口多的國家來講 美國仍然是處在一個非常嚴峻的狀況 那台灣呢 台灣一直掩耳盜鈴 這是我一直提醒我們的防疫的政府 一直提醒他們說 防疫就跟買保險一樣 要寧信其有 不可寧信其無 可是我們的政府 你從它因應的心態上來看 它老是要給自己一個藉口 這就好像 這個小明考試考了個20分 回到家裡面 爸爸說你怎麼考20分 小明的反應是 就我們今天的政府 還有人考18分 爸爸說 你怎麼跟那18分的人比 他說 真的呀 還有人考3分的 好 那爸爸就問說 那班上平均多少 小明低著頭說 班上平均80 爸爸就問說 班上平均80 你怎麼老挑 那個20分 那個3分比呢 他說 那他就 老師的那個 考試的標準不太好呀 題目出的沒有什麼鑑別度啊 而且老師改考卷 可能會有改錯的嘛 那考100分的 可能是老師睡著了 醒來以為 這個考卷已經改過了 其實沒改 就給了他100分 然後 那爸爸就問小明說 那你打算用功一點嗎 小明說 沒有啦 反正平常心來看代碼 你看我考20分也沒怎樣 你打算用功一點嗎 也沒留級也沒事啊 後面還有啦 如果真的有事的話 那個3分的 那個18分的 他們都會有事啊 這就是今天台灣的防疫單位的心態 好 但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就能夠保證台灣沒事呢 當然不是嘛 我們來看看 在中央社有篇報導是30號 就是兩天前幾天前 疫情指揮中心宣布接獲中國的通報 廈門又驗出了一名男子 入境確診武漢肺炎 入境廈門後6度檢驗PCR 只有一次檢出陽性 指揮中心已啟動疫調 初步掌握33名接觸者 你看疫情指揮中心又在告訴你說 6次檢驗只有一次 他又在心存僥幸 各位 如果是你的身體 我們就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啦 假設你的身體去做體檢 6次體檢中5次沒事 只有一次 身上做CT出現了黑點 正常情況你會說 哎呀沒事啦 6次5次都沒事 還是你會認為說 這一次要特別小心 要進一步追蹤 到底這一次做出來你的電腦斷層 出現了黑點 這個黑點到底是什麼 我想各位嘛 你自己想想看 如果是對你自己的身體 你會寧幸其有還寧幸其無 你會加強防治還是會不當回事 而我們的父母觀吧 我們的疫情指揮中心 現在的心態就是 哎呀6次5次都沒事 那一次一定是驗錯了 我想這個樣子非常的不好 那你看初步掌握33名的接觸者 這33名的接觸者 又接觸了多少人 我們的政府可以如此 大筆一揮就當成沒事 就哎呀沒事 我想這樣很不好吧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指揮中心說 經疫調顯示 個案跟她的太太8月19號 入境到台灣居家檢疫期間 均無症狀 在台灣期間 皆無法定傳染通報跟採檢記錄 衛生單位初步掌握的人 共33個人 4個人在台灣要有就醫接觸者 3個人是旅館工作人員 求啦 旅館工作人員 我們的疾管中心 如此輕描淡寫 在說這個現象 3個旅館工作人員 你還不緊張 你還不做大規模的追蹤篩檢 我們的政府真的在靠天吃飯 就像蔡同學 除了817萬票 到現在仍然有很多人質疑 到底怎麼來的之外 就靠芒果乾 我想 天誘台灣不會誘到 沒事沒非吧 所以啊 我們的這個政府 真的 我真的是這麼說 我覺得 差不多 蔡同學該啟動罷免了吧 好 我們來看看 接下來我們進入廣告之後 我們要來看看在美國的華雅電視 今天將播出31集 在美國的華雅電視 舊電視 每次旅行 我剛才會找到美國的華雅電視 我們 bes點數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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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SE即放在妇女图书馆的黑皮书是纸本 而国图收藏的蔡英文的论文却是电子党 为什么国图不制作纸本呢 因为国图的增添书馆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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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有所 任何国图的正式收藏都是以纸本为计算单位 除非 我们的白纸留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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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字 想赖也赖不掉 任何职业都有专门的证兆 考试合格的人才能够拥有合格证书 纸本论文的合格证书就是他的版权页 当蔡英文拿不出版权页来 就是坐实了以伪论文冒充博士的诈骗行为 牵托之词说的再多也只会凸显个人善于狡辩 缺乏诚信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蔡总统2019年6月28号 所谓的主动送交给伦敦大学总图书馆 所谓的黑皮书论文 伦敦大学总图书馆当时拒收 理由是它没有版权页 而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折中办法 是将它视为各国政界杰出女性的珍贵个人笔记 予以寄放在专门收藏女权运动历史文献的 妇女图书馆阅览室 The Women's Library Reading Room 而非与其他政经学院105位 货班博士学位同学外观一致 而且有版权页的论文并放在专门的论文典藏室 如此的差别待遇 就可以知道校方定义这本 从来没有付版权页 而自印的书是个人笔记 连一般书籍的资格都没有 因为蔡女士并未交付出版商印制发行 那些护卫蔡女士有合格论文的学者 为什么不出面解释一下 是什么原因蔡女士的论文必须单独放在LSE外租给妇女图书馆的阅览室呢 大家应该要知道LSE对于妇女图书馆是没有管辖权的 第二点 合格的纸本论文一定要有论文编号 现在各位明白 为什么国图的馆长曾淑贤不敢印出纸本来了吧 因为这本伪论文既没有版权页 又没有论文编号 曾淑贤昧着良心替他制作了电子档 规避了这两样东西 请问政大 请问东吴 请问教育部 如果当年的蔡英文的升等资料当中 包含有纸本的合格论文 那么请你们告诉国人 他的论文编号是多少 公务机关连公文收件都有编号 怎么可能论文收藏会没有编号呢 难道论文编号也要封存30年吗 这个国家的司法是专门为个人服务的吗 如果蔡英文具有合格的博士论文 至少有三个地方会有他的纸本论文 伦敦大学的总图书馆 也就是所谓的议会图书馆 Sanity House Library 伦敦大学高等法律研究所的图书馆 IALS Library The Institute of Advanced Legal Studies Library 以及伦敦大学政经学院的院图书馆 另外还有两处虽然没有纸本论文 但是却依然会有论文编号 一个地方是大英图书馆 The British Library的论文电子档查询中心 ETHES 议会图书馆的教队员 会将新博士经过教队的官方版本 上传给ETHES加以保存 另外一个地方是位于美国密西根州 Annabur的全球论文资讯中心 Procast 这两个地方全英和全球论文资讯中心 不收藏纸本 但是会将拥有版权业的论文正本 制作成两个microform 分别放在两间有湿度控制的隔离房间 在蔡英文求学的1980年代 便是以维缩胶片microform来处理 而今另行增加了数位党PDF的保存 再加上政大东吴和教育部 一共会有八个地方收藏蔡英文的 如果有的话 我们说它是合格论文吧 这八个地方通通通都遗失的可能性 是零 这八个地方通通遗失 又通通又没有论文编号的可能性 当然也是零 第三点 附有伦敦大学官方答应的认证文件 假如合格论文持有者 没有办法提出版权页和论文编号的时候 还有两个补救办法 一个是出事 富有伦敦大学官方答应的认证文件 亦能够有效地证明 这是一本合格的论文 不过要获得伦敦大学官方答应的认证文件 是谈何容易呢 按照伦敦大学的规定 一旦蔡英文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议会图书馆两周之内会收到两位外省口委 格子递交有批改意见的原始论文一份 外加两人的独立意见书一份 议会图书馆收到口委口试通知报告之后 很快会通知准博士按照口委的批改意见 完成最后一次的修改 因此蔡英文必须出示当年两位外省口委的独立意见书 才能够获得伦敦大学盖上官方答应的认证文件 如果拿不出这两位外省的口委独立意见书 请问她要照什么标准完成最后一次的修改 成为最后的final version定稿版呢 事实上她既没有口委的独立意见书 也没有定稿版 第四点 注音代表处合发的认证章 注音代表处必须先取得伦敦大学的认证文件 才能够合发外观的认证章 所以当第三项如果不成立 那么第四项自然也不可能成立 然而外观伪造公文已有先例 1984年我国当时注音的外观名称是英国伦敦自由中国中心 如果那个时候有外观认证章 署名应该是英国伦敦自由中国中心 而不应该是现在的名称 注音代表处 2010年蔡英文提供认证的第二张影本毕业证书 注音代表处 她处理应该先向伦敦大学认证之后 才能够贴上正影本相辅的贴纸 结果注音代表张晓月 根本没有向伦敦大学认证 认证文件上会有伦敦大学的官房大印 也没有台湾领务局合贴的正影本相辅贴纸 就擅自合发了外观的认证章 令人毫不意外的是张晓月在此后 官运亨通一路高升 2016年在蔡英文上任之后 随即被任命为陆委会主委 2018年3月份又出任了海基会董事长 在不该置入却置入的讯息和文件当中 首先我们要看的是 蔡英文亲笔签名的一份中文授权声明书 在这份中文声明书当中 蔡英文授权国家图书馆制作了伪论文的电子档 当一份中文文件放在合格的英文论文里头 那岂不是开了伦敦政经学院一个大玩笑吗 难道这本论文是专门写给懂中文的外籍人士看的吗 这份授权声明书还扯了一个瞒天大谎 大家应该知道文中提到的博士论文及口试通过证明书 既见的日期是1984年的2月8号 而另外一份博士学位授予通知书的既见日期 是1984年的1月23号 其不合理处在于 博士学位授予通知书 竟然比博士论文及口试通过证明书还要早寄出 这件事已经被很多人当作笑柄谈了 蔡英文总统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再撒一个谎 在这份中文授权声明书当中 将两个日期重新调包回来 改口称博士论文及口试通过证明书 是1984年1月23号寄出的 而博士学位授予通知书 则是1984年2月8号发的文 就像党永顺教授曾经在蔡英文总统 与我的学位证书之对照分析一文当中所说的 说谎是一门高深的艺术 说谎必须要掌握几个原则 第一头脑要清楚 第二条理要分明 第三记性要特别好 蔡女士连连说谎 越说越离谱 可见她连说谎都不够用功 第二点呢 博士论文跟口试通过证明书 这个文件绝对重要 但是不应该出现在合格的论文当中 除了日期被调包之外 这个文件还有许多的疑点 第一 英国常规的日期格式应该是没有逗号 而这个地方使用非英国常规的日期写法是 8February逗号1984 而英国惯用的日期格式应该是 8February1984 第二点 缺少非常重要的两行关键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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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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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 另外一个不合理之处在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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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这些文件 首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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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教授是一位大学毕业的学士 专长兴趣是宪法 要如何指导蔡英文写 不公平贸易与防卫机制的所谓博士论文呢 更何况1983年初就离开伦敦政经学院 加入柴契尔夫人竞选团队的Michael Elliott 怎么可能指导蔡英文 完成他口中1983年10月份进行的论文口试呢 就像党永顺教授劝蔡英文女士的一句名言 说谎是一门高深的艺术 说谎的人必须头脑要清楚 条理要分明 记性要特别好 否则会前一言不对后语 行舟上高滩就是迟早的事了 论文门已经进入了中章 执政党掌控的台湾司法体系 最近已经开始行动 打算透过行政手段 将多个案件包裹一并结案 免得夜长梦多 英国的行政体系ICO也开始掩饰证据 决定以资讯不公开为手段 护航到底 但是 论文门的真相 早已经记录在网络的云端 眷刻在追求公平正义的所有人的心中 更将永久保存在涂抹不掉的历史档案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最近很风刺的就是我们监裁院成立一个国家人权委员会 那么还这个监裁院长陈菊他还刻意的成立了国家人权委员会 把他当作他作为一个政治患 作为一个在戒严时期被迫害的人 当作他人生追求人权的一个理想 可是就在这个当下不只是太极本这个个案 我最近处理一个个案也是非常荒唐离谱的 就是有关水利会的事情 那么最近小林政府要把全国17个水利会 155万的水利会的会员 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 如果包含清朝时代算起来 已经超过300年以上由台湾民间自发性形成的灌溉团体 那么在这一次的立法里面 把17个水利会消灭 不是法律名文的消灭 是没有名文的消灭 法律要消灭一个法人 你也必须要有名文规定 这是宪法第23条名文规定的 你要消灭一个法人 你没有名文规定 这是违宪的 但是这一次就是这样 没有名文规定 消灭你17个水利会 这还不是最欧版的 最欧版的是 他的第23条怎么规定 水利会的财产 全部由国家承受 现金700几亿 总资产才过几兆 这些资产 都是这些农民的历代的祖先 出资投资 出工出力出钱出土地 变成水利会的财产 国家没有经过征收的程序 只有一条法律 连征收公文都不需要 一条法律 全部变成国家的 21世纪的台湾 全面执政的民主政党 竟然可以干这种事情 然后台湾的社会 也没几个关心 这个就是最近刚发生的 法案刚通过 10月1号要正式的接管 然后要成立农田水利署 没有法律依据 没有一个条文 说政府你可以成立农田水利署 随便弄一个行政命令 农委会弄一个行政命令 就要成立农田水利署 这种21世纪台湾民主一真成功 还能够干出这种事的 所以我想我要特别讲的 就是台湾表面上 我们的民主成果 可是我们现在对人权法治的 基本概念 其实是严重的倒退 政经关不了 关不了政经 今天台湾这个新的政府 蔡同学的这个政府 因为817万票 因为立法院强势过半 所以现在一波一波的推出 各种只有极权国家 才会做到的事情 好 请各位关心一件事情是 全国农田水利会 就在一纸命令当中 收归国有 这个百年历史的农田水利会 它其实是聚集了一两个世纪 台湾的农民的血汗 那你说这个东西 有很多的派系 它很多的这个政治的功用 对 这个我承认 这个派系的过程当中 也有可能藏污纳垢 没错 在台湾很多的民间团体农会 这些也都是有类似的问题 但是农会水利会长期被拿来当成选举动员的庄角 我想民进党现在的做法是 可能它没有办法完全收编农田水利会 干脆整个把你打包 让政府来管 意思就是 政府整个掌控了农田水利会 就是一直法令来决定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所以全国农田水利会的很多农民 抗议虽然10月1号已经揭牌 已经把所有的农田水利会收给国有 我说这件事情各位 如果你们很不在乎 接下来早晚有一天 台湾会实施人民公社 我说的不是开玩笑 因为人性就是如此 如果我们在民主政治当中不知道制衡 那么人性就是这样 圣经上说的一个一人都没有 最后就会囊投擒棍 政府就会实随之位 会把属于民主政治当中人民的权利 一个一个收回来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面对最大的隐忧 来我们看一则新闻 全国农田水利会收给国有 农委会新成立农田水利署 在10月1号挂牌 然而农田水利会数兆的资产成了最大的争议 许多水利会痛批政府非法掠夺 前台南县长苏焕智他表示说 农田水利法没有明文规定设立农田水利署 所以政府此举已经违反了宪法23条的组织法律保留原则 因此农田水利署是一个违宪违法的黑机关 为什么农田水利署会引起蔡政府的规觎呢 当然因为它长期是在地方上的选举的大庄角 过去不可会言 国民党掌握了农会跟农田水利会 作为他们选举的大庄角 所以在地方上无往不利 但是这个态势慢慢在改变当中 当然仍然有很多国民党坚固不谣的这些装脚 在农田水利会跟农会当中 所以蔡同学觉得 我用民选的方式慢慢给你耗 实在是太费时了 今天我817万票 我立法院又过半 我就是这样做 我就把你收归国有 不然你是一般做 这就是今天政府对待农田水利会的心态 那农田水利会除了选举有票之外 它还有什么 来列表 宜兰管理处资产51亿 北极管理处资产9亿 桃园管理处资产199亿 石门管理处的资产306亿 新竹管理处的资产55亿 苗栗管理处的资产36亿 台中管理处的资产182亿 南投管理处的资产36亿 彰化管理处的资产121亿 云林管理处的资产271亿 嘉南管理处的资产174亿 高雄管理处的资产105亿 屏东管理处的资产37亿 台东管理处的资产25亿 花莲管理处的资产22亿 七星管理处的资产91亿 柳工管理处的资产249亿 合计资产是1969亿 我想 看了这个数字你就知道 政府呢 掌控这个全国的农田水利会 就是基于这块大肥肉嘛 你说政府要改变这个地方上的这些相关制度 所以各位看哦 当这民党政府全面掌权之后 开始要实施什么 他开始觊觎乡镇长官派 接下来他会考虑里长官派 那这个农田水利会呢现在官派 接下来农业农会官派 他要把所有的东西长为国有 这是什么的前兆 这是共产主义的前兆 所以我说各位 如果我们 任随着民主制度下的这一种 极权政治在蚕食惊吞 我没有开玩笑 改天台湾实施人民公社佩己志 是百分之百的可能 我绝不是妖言惑众 因为这是人性的劣根性 今天如果美国这样做 美国人民不吭声 号称世界上最典范的民主示范的 美利坚合众国也会变成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 这不是制度的问题 这是人性的问题 那要控制人性的泛滥 就要用制度来节制 但是追根究底的是 人民在脑袋当中没有觉醒 如果不知道民主政治是 民为贵 君为亲 如果不知道这样的概念 任凭政府蚕食惊吞了我们的民主 下场就是如此 这不是唯言耸听 所以我说 如果政府把电视台关了 把争论节目关了 关一个不够 关两个不够 最近中天的深喉咙又关了一个 大家都没事啊 只会软心的告别 很感伤的告别了这个麦克风 你又不知道拿出更强硬的方法来抗争 观众也当做没事 只会留言打气喊加油 不会有更强硬的抗争 那政府接下来就会关第四个 第五个 政府把所有的公权力一把抓 把司法监察院全部一把抓 也没人上街头 我们的国民党仍然在做佛系的抗争 还做什么瘦肉精 也没抗争 现在说什么要联署 等你联署完了 都反攻大陆啦 所以我说 今天我还是非常推崇 曾淼洪博士 大家去总统府散步嘛 你学学韩国人 韩国人的精神 他们的这种非常的 我有时候觉得韩国人的精神很像客家人 东安靖 他们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冲撞的民族 还称不上战斗民族 但是他们很清楚权益的所在 他们很清楚人民不可以让政客随意的玩弄 而且韩国人民对于政治跟政客非常的无情 人民对政客无情 这就是民主社会人民的伟大 所以你看他们的历任总统 可以高票被捧为英雄 一夕之间把他灌在地上变成狗熊 这个我不是说人性要这么赤裸裸的斗争 而是说要有这样的武器 来抗衡那个可以包山包海的政府 这就是民主政治可以立下根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各位想想看 我们的政府一年 民的来就2.5兆预算 还有40万的公务人员 在他左右可以帮他护航 那人民还客气什么呢 难道我们只能够4年投票监督一次吗 而这4年投票监督一次又作弊 那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觉得人民该站起来 曾淼洪博士每个星期五的晚上7点钟 大家吃饱饱 不吃饱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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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凯达格兰大道散散步 去那里散步 散步友谊健康 散步的时候还念念有词 就是贾博士 蔡英文赶快下台念念有词 或者是瘦肉精我不吃 贾博士你下台 诸如此类你就去那边发出你的心声 这个是民主政治 最底线也是最卑微的抗争 其他的我们真的没办法 司法在他手里 这些人来的 散步 在我身上的 散步 企业 和 你 你 你看 你 这个 我 你 全部都是一些被收買的 沒有骨頭的學者 那人民能做什麼 能夠吞下來嗎 好 我們再看看 農田水利署掛牌 全台灣17個農田水利署走入歷史 護水護產固農民嘉南自救會的會長謝耀慶表示 水利灌溉設施都是屬於水利會的財產 這次財產繼承完全沒有法律授權 這個就是當年的共產黨嘛 到的地方全部收歸國有 法律沒有 再逼問要 那我現在制定給你 這就是今天的台灣 在民主台灣的做法跟共產黨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再往下看 水利會財產買賣都要繳地價稅跟房屋稅 怎麼會改制之後通通變成政府的呢 還有彰化護產護水權的鄭俊雄會長說 政府說水利會改制要擴大 但是現在選員都不足要如何擴大 我認為這都是細節啦 司馬昭之心怒人皆知啦 搞了半天他就是要把這個人事權找回來 然後兩千億呢收歸國有 就這麼簡單 再來 另外會務委員選舉遭停止 請問以後誰來監督機關的運作 當然不需要監督啊 你看看今天蔡同學她做的事情 她需要接受監督嗎 台灣到底總統制還內閣制 所有事情都她決定 但她完全不需要接受任何的質詢 連在立法院希望能夠來做一個疫情匯報 都不可得 再來 同樣也是彰化雲林嘉南水利會的這個委任律師蘇患智說 這一次已經向台北高等地方法院提起本宿 及暫時狀態的家處分 以阻止財產跟水權的不法轉移 但是我要告訴蘇患智蘇律師的事 不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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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一些司法單位 全部掌控在蔡同學的手裡 你會說不是吧 以前法院不是國民黨開的有這麼快嗎 我相信 法院裡面還是有一些人 不以為然 但是敢怒不敢言 各位你看看我們這個論文們一路走來 不管是在行政法院也好 是在地檢署也好 在法院也好 在法院也好 遭受了一連串的挫折 在教育部更是配合當共犯 國家圖書館配合當共犯 政治大學毫無讀書人的風骨 東吳大學到現在裝死 沒他的事 你就知道 這個社會正在步上那個First Day Camp 起初他們那個牧師尼莫拉 他的一個當年的情況 就是當年納粹在迫害猶太人 在迫害猶太人跟其他的相關的中良正義之事的時候 大家都不說話 因為這事跟我沒關 我不是公會的成員 我也不是社會主義者 對不對 那時候納粹迫害猶太人 我不是猶太人呢 最後當納粹回過頭來對付這些手無寸鐵的百姓的時候 It's just too late 就我再一次的提醒大家 我們除了在政經關不了要當好學生之外 該出去上上體育課了 應該要有機會勸大家禮拜五的晚上七點鐘 到凱達葛蘭大道去散散步 讓政府知道老百姓有他的不滿 除此之外 我們沒有別的辦法 以現在台灣的情況來想 你要告官告不贏他 你要數人頭數不過他 最後呢 我不希望台灣走上一個 表面上是民主 但實質上是獨 整個是一個獨裁政權的 這樣子的一個情境 好的 今天呢 我們再來看看蔡同學的 This is a book 這個This is a book 真的很荒唐喔 到現在 你看 三個月不到已經 已經兩三百個錯字 我們今天看的是一百二十五頁 從下面數來的第十二行 右邊第六個字 有一個字呢 這個字叫做 E-X-M-E-P-T-I-O-N Exe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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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該怎麼唸 對不起喔 The Exemption Method 沒有這個字 原來他要講的是Exemption 豁免的意思 就是有特權豁免啦 或者是被減免的意思 叫做The Exemption E-X-E-M-P-T-I-O-N Exemption 這個字 一般人拼錯就算了 這個字在蔡同學所研究的 國際經濟國際貿易關稅 這個根本就是關鍵字 Exemption 竟然會拼錯 來每日一詞 每日一詞 好我們來看看劍橋電子字典上怎麼說的 他說Exemption is special permission not to do or pay something 好就是說它是一種特權 一種特別的許可 你可以不付什麼或者是得到什麼之類的 就是豁免 再來 它的造句是 Organizations may qualify for exemption from income tax If they operate exclusively as charities 就是如果你從事慈善事業的話 你可以有一些關稅的豁免 這是蔡同學 接二連三 接百連千的錯別字 這叫做論文 你要消息你 你也笑死人 好今天又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刻 在創世紀 我們一步一步的去體會上帝創造世界 他的用心 從這當中我們也會體會到 作為一個人 我們要如何的 來了解上帝 來了解聖經 來體察造物者的用心 我們在創世紀當中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進到了創世紀的第三章 第三章還記得嗎 我們昨天說的 就是這個 蛇去試探女人 這個蛇是最狡猾的東西 這個女人就被試探了 他就告訴蛇說 這個上帝告訴我們說 原子中的果子 我們可以吃 但是只有原子上 那一棵樹上的果子 不能吃 就是分別善惡樹 上帝曾經說過 神曾經說過 你們不可以吃 也不可以摸 免得你們死 這個時候 蛇就竄出來挑剝離間了 蛇就對女人說 你們不一定死啦 我跟你說啦 因為神知道 你們吃了之後 你們眼睛就會明亮 你們就跟神一樣 知道善惡 這個女人一想說 對耶 搞了半天我被框了 所以她就開始 左想想 右想想 這個蛇就打蛇隨棍上 不是蛇打蛇隨棍上 是蛇打人隨棍上 所以在聖經的 這個創世紀第三章 第六節 今天我們要分享的經節 結果 這個女人做了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看到那個果子 是一個很好的 又大又肥美的食物 這個也能夠悅人的耳目 我吃下去以後 我就能夠看到分別善惡了 所以呢 這是好的 又可以給人有智慧 我相信這個過程當中 蛇一直不斷的試探 誘惑這個女人說 你吃吧 你吃了以後就有 這個很亮的耳目 然後你就可以跟上帝一樣 你可以參透很多的事情 分別善惡 於是這個女人經不去誘惑 就摘下了這個果實 吃了 吃了之後 她又給了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 沒能抗拒 也吃了 接下來會怎麼樣呢 明天我們再繼續分享 到今天我們看到了 這個女人跟亞當都受不了蛇的誘惑 都吃下了這個 上帝交代他們千萬不可以吃的分別善惡術 給各位做參考 祝大家平安喜樂 有一個愉快的夜晚 明天見囉 明天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